一名32岁在台北工作的单身女性 几个月前因为感情问题 以及自己所养的爱猫过世 就一后被诊断出来 罹患了忧郁症 近来因为在南部的母亲 多次要求她回家同住 共同照护罹患失智症的父亲 让她相当恐惧 病情也变得更严重 担心过年期间该如何跟家人互动 有一两成的个案 它事实上是非常困扰的 甚至就一定要来讨论说 到底我们怎么样年假 一定要预先演练 才不会让她回去 可能忧郁症的病情可能会严重 而甚至因为有些家人 他们事实上是 不知道她有生病 也不希望她吃药的 那事实上如果回去 不小心药物被看见 事实上对她也会产生 另外的一些困扰 原本是让人好好放松的春节廉假 不过医师发现 对于忧郁症患者 却可能因此加重病情 转家提醒 如果出现情绪低落 睡眠不佳 没食欲跟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症状 就要赶快就医 成员当中可能会去提到 一些比较隐私性的一些问题 因为那样她心里就可能 比较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 那如果她已经有出现 例如说她事实上 常常觉得容易动怒 然后容易觉得比不上别人 或是有一些忧郁的倾向 甚至有一些失眠加剧 甚至有一些恐惧恐慌的感觉 然后甚至有一些 活不下去的念头 忧郁症患者如何过年假 除了必须要厘清压力来源 也可以学习放松技巧 而面对躲不掉的年假 医师建议最好要先做规划 除了减少跟家人冲突的机会 也可以避免造成忧郁的病情失控 记得顾採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